好 立法院國會擴權法案 行政院已經提出了複議案 那麼立法院將在十五天內 來表決複議案 那麼進黨為這個複議案 在這個禮拜五六日 啟動了全臺各地的一個宣講活動 那首發場就在這個禮拜五 從花蓮來開始 那麼今天下午民進黨局 中常會這個秘書長林又昌 帶領了二十三個黨部主委 一起來喊口號 來呼籲說全臺灣 一起來關注這件事情 一起來看最新事實上 行政院已經提起這個複議案 所以我們將從六月十四號的下午五點 在花蓮的吉安鄉黃昏市場 舉辦第一場宣講的活動 那目前因為我們各地的黨公職 反應非常非常的熱烈 所以場次在快速的一個增加 KT到林又昌強調說 除了首發場花蓮之外 禮拜六在新北以及臺南 以及禮拜天在臺北 臺中 桃園 以及高雄等六多地方 都會來舉行這個宣講 以及這個座談會 那麼他也強調說 之後還會繼續遍地開花 那至於在禮拜六 在十五號臺南場 部分會跟國民黨來強奉 那麼林又昌是強調說 這個是跟社會來溝通 說服的一個過程 而不是跟其他政黨 來進行對抗的一個事情 上下有提醒